哈囉 大家好 我是超之白 我是欧欣雪的影片都是黃標 沒有受益代表水 如果想要支持我的話 幫大家幫我訂閱 謝謝大家 今天呢 要跟大家討論的主題是 通常我們在保險套的廣告裡面 都會看到保險套其實是強調 薄或者是超薄 但其實保險套的厚度啊 跟愛愛的感受 沒有那麼大的關聯 會有一種錯誤的迷思 就是覺得說 欸 保險套越薄 就會越接近無套的感覺 其實在愛的時候 男性跟女性啊 對保險套的感受度 有比較不同的感覺 以男生的角度呢 越薄呢 它的體感呢 是越好 但是以女生的角度來講 濕潤度反而才是重點 尤其是市面上有很多的保險套 它其實是會 沒有潤滑液 然後戴保險套做愛 跟無套做愛 其實差最多的就是在這個 濕潤度的部分 保險套通常上面 都會有一點點潤滑液 但它那個都只有一點點 那如果女生 她其實還沒濕的時候 戴套啊 那個摩擦感會更大 也會更難進入 濕裂感跟摩擦感啊 感受度會更強烈 其實呢 陰道裡面它是會有溫度的 當你保險套比較厚的時候呢 有時候其實是一種 溫度的感受度的差別 因為你戴套之後呢 就是會有一層東西包裹在哪裡 比較感受不到那麼強烈的 溫熱的感覺 所以呢也會讓男性覺得 保險套會更無感 我覺得有一些人 他可能已經氣定一下就是 保險套就是一個會讓我 做愛的時候比較不舒服的東西 他就會更不想要戴套 他就會自然而然的把 保險套跟 不舒服這件事情 連接到腦裡面 所以即便呢 這個保險套 厚度跟薄度其實比較適合他 他也會認為這個東西 是會讓他不舒服的 對於女生來說呢 其實無套呢 有非常多的風險 上一次的影片介紹到之後 有超多人去購買這支產品 大家反饋對於產品的滿意度也很高 自己跟我的夥伴都有試過 就是我們每天早上吃一包 女生也是可以吃馬卡的喔 那裡面最主要的成分就是有 10倍濃縮的彩虹馬卡 不需還原 劑量極達3000毫克 裡面還有 透那葉南非醉茄 添加一日最高攝取 真的是挑戰業界最高規格 來自世界大廠 有多項專利成分安心又有感 它裡面是像這樣子 一包一包的 非常的方便 那這包裝也很有質感 那使用方式呢 就是每天一包 那它的粉質呢 是很細緻 除了提升白天的精神之外呢 也可以提升夜晚的幸福 就是讓你在晚上的表現變得更好 那其實每天吃一包呢 就可以補足一天所需的能量 我覺得算是男性 蠻基礎的保養 那因為它是粉質的設計呢 吸收的程度是非常好的 精神不集中啊 品能方面的表現啊 都可以用來保養 吃完絕對有感 為幸福隨時做好備戰狀態 突破夜晚的極限 鐵方野獸馬卡推薦給大家 連結呢就放在下方的文字留言處 趕快去下單吧 6月14到6月25號 消費吉祥5%購物回饋金 不限金額免運 6月1到6月30號 限時活動買二送一 加入會員再折100 訂單買2000 再抽AirPods Pro 2 其實現在的女性啊 他們的生育的意願其實越來越低 對男生來說無套就是 好爽喔好舒服 但是對女生來說 無套是一種很大的壓力 尤其是在做愛完之後 女生就開始擔心 欸我的月經怎麼遲來啊 我是不是懷孕了啊 然後就開始上網查一些 欸我是不是懷孕了的那種 初期的徵兆 有沒有可能懷孕的那個 心理壓力真的是非常的龐大 有待跳的情況下 才可以讓女生更安心的高潮 不然呢 他其實是會有很多的疑慮 甚至呢 會有很多人覺得說 那我是不要射裡面就好啦 我射外面就好了 那這樣子 女生也比較不可能懷孕 這個千萬不能這樣子想 體外射精的懷孕機率高達18到28% 尤其是前陣子大家有沒有看到 蔡醫師不是說去徵那個 精子的那個含量的得主 射出來的精液裡面呢 精子負含量最多 有沒有可能一發就中啊 他其實跟你的體質也有關係 如果你體質是那種 很容易一發就讓女生懷孕的 你不管是體外還是怎麼樣 他的機率就是會高出很多 我真的有看過男生他這樣 他就是跟女生無套做完之後 然後女生就去跟他反映說 我這樣有沒有可能懷孕 然後他直接跟女生講說 我去驗過了啦 你那個濃度很低啦 是不容易受孕的體質 包包包 超傻眼耶 怎麼會拿這個來當作 無套的藉口 無套說實在的 女生也會比較舒服 但是女生呢 被射完之後呢 他會有很長一段時間的恐懼感 到他月經來的那一刻 他都是不會安心的 甚至呢 他的月經如果紊亂啦 像懷孕初期的話 可能只會有少量的月經 那他發現他的月經量不正常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能承包他的情緒 所以呢 真的不要為了這個 做愛一時爽 而去讓女生承擔這個壓力的後果 戴保險套呢 其實也是可以很舒服的 你只要潤滑作主 然後再來就是 如果你有磁射的問題的話 我個人會建議大家呢 一個禮拜到兩個禮拜之間 先不要打手槍 因為有一些人呢 他磁射呢 其實是跟他自衛的方式 有很大的關聯 就是例如說他都會握得很緊啊 那在挨的時候 他就會比較沒有感覺 如果你有這樣子的問題的話呢 可以做這樣子的嘗試 或者是其實你是有包經 然後或者是有一些 性器官上面的問題的話 也建議你先去看醫生 不然正常來講呢 保險套其實 是會讓你有舒服的感覺 就只是會 差一點點 如果你真的尊重女生的話呢 戴保險套真的是一個 保護他也保護你自己的 很好的一個方式啦 好 那今天呢 關於無套跟有套的愛愛呢 內容就說到這邊 那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